盲目地去换王 很有可能把一只好的蜂王给换掉 蜂王该不该换什么时候换 懂得这两点去换王 对我们换王很可靠 我们新手养蜂合业余的 没有专业养蜂场的 条件和熟练的技术 不用经常去换王 没这个必要 一年换一次就可以了 判断蜂王该不该换 第一点 当蜂巡进入繁殖期 这时无论老王还是新王都会产卵 而且一天会比一天多 此皮面积也不断在扩大 而那些在繁殖期爱产花子 或者是雄蜂涌的 则需要更换掉 第二点就是弱群 有的蜂群发展不起来 并不是蜂王的问题 而是蜂群若老蜂多 提供不出蜂王所需要的蜂王将 有的弱群你把群势补撞起来 或者是给蜂王换个中等群势 慢慢蜂王的肚子就膨大起来 产子成片 两皮以上的群势 有足够的青壮年蜂 就能提供更多的蜂王将 才能完全发挥出 一只蜂王的高产效果 有很多养蜂的 看到蜂王产卵少 蜂群发展不起来 就把蜂王换了 换入一只新王 还是一样的产卵少 蜂群还是发展不起来 在温度过高或者低温时 外界蜜源匮乏 甚至连续的阴雨天 蜂群无法出潮采集时 为了降低蜂粮消耗 就会进入控产 甚至停产阶段 这是蜜蜂 为了应对环境变化的本能 但外界有蜜粉源 气候温度适合 供蜂大量出勤 蜂群又开始繁殖起来 所以蜂王也要懂得 但外界因素不适合蜂群发展 减产甚至停产 让蜂群顺其自然就好 没有必要去更换我们的蜂王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点个红心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